後來就知道 太子會 那時候還在舊的點 至少要有兩年半 我就一直一直放我們到現在 因為想要問什麼時候才可以接 因為是覺得感覺差不多了 當下是想要問個日期 喜歡日期嗎 就是看行不行 畢竟那個時候我的家人 對他還不怎麼熟 我卡在說因為我今年到32了 如果我真的要有小朋友的話 我想要在35歲前要生 我自己安排 是真的會沒體力喔 然後我也是跟我爸說 雖然我知道你對他不熟 可是他真的對我 啊我也想要把我擋下 好像當爸爸的心態都會這樣 畢竟是自己的寶貝女人 然後我覺得啦 因為爸爸最懂的男人的黑暗模式 其實老實說我們女人其實不太懂 男人在想什麼 但男人都懂對不對 所以其實當下是卡在一個 因為家裡的人沒有全部都同意 所以你會有一點 對 不能說結婚我們兩個好就好 因為畢竟是兩個家庭 嗯我就覺得說就是先 嗯 然後他大陪 因為我會花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慢慢的 他是有新的 他四個可以負責的男人 對啊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 不錯啦 哈哈哈哈 真的很不錯欸 真的是不錯啦 他有點驕傲喔 他有點驕傲喔 所以有點他就被想 我們家的話是希望我們會來 因為自己過得好就好 喔 而且我們的話自己在斟酌 嗯 他自己終於幸運了 我都好像 哈哈 你要握的手應該是握他 因為他是幸運的 我每天都有修修 哈哈哈哈哈哈 這邊恭喜 恭喜明天要登記了 登記正式成為 夫妻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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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原本是有想說就是 找個時間騎車廂 騎車喔 我們兩個都是騎中機 喔 難怪你們剛剛一問就說 虎哥在嗎 沒有啊 你們覺得他運來中機怎麼樣 很帥啊 可是又不是因為我 走到地 不然很多人都會想要走 我的是這個 欸 我是美式 有點帥 我喜歡這種 欸 欸 來 你再說一次 我以前 然後那種機 覺得很帥是像你那一種 嗯 但是我來的時候 就會比較跟我說 對 那我就 哈哈哈哈哈哈 他形容的跑車是 性能之跑車 嗯 然後性能之重機 然後我想像中的是 事實上是那種 沒有上面的你懂嗎 敞篷車敞篷車 然後是會有精華拉片這樣 啊 我才會覺得那是跑車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電視看太多 對 下次我擠過來 你可以看看 可以嗎 可以可以 他那個沒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欸他說好了 有散 留下 有散 有散